現在我們再來體驗一下Mobilize 剛剛各位用過Google寫作平台 對不對很簡單 那還是那個道理 我們樣處RWD這種的 是每個都是一個區塊 所以不要懷疑右手邊 你一打開之後 他就已經把我們建好一個網站 所以你先從左手邊這裡看一下 有沒有一個叫MySite 點一下 現在這裡 我們用的就是這個預設的網站 所以第一件事情我會先來這邊稍微設定一下 好來設定說你看我來這裡 編輯一下他的這個 我的網站叫什麼名字 對不對 我們家的圖示在哪裡 各位知道什麼叫這個吧 你們平常在看網頁的時候啊 請問上面會不會有這些圖 有沒有 就是那個圖示 Google寫作平台可以加嗎 也可以喔 只是我剛剛沒有提到這個功能 在右上角有 右上角有 只是因為你還要自己設計嘛 所以我就想說算了 那個就沒關係喔 那我們在Mobile裡面呢 你在這裡面可以蓋 好可以自己蓋 這是 這個部分 好那我就 先確定一下 好 那他一開始呢就有一個 區塊在這邊等你的 如果呢這區塊 你不喜歡的你可以 從右上角這邊 有沒有看到滑過去每個都有區塊後面還有東西 對不對 你就可以來這邊做修改 那我先保留一下 我先從下面右下角有沒有紅色的加號 你可以增加其他的區塊 block就是區塊 點一下 各位 我們再往下捲動一點 我們再往下捲動一點 有沒有比較幸福的感覺 有沒有看起來 好像 不像 Google寫作平台那樣 剛才重點是你要看一下 他有分類喔 哪裡有分類你注意看一下 他上面這邊 有沒有我們剛上面那種是 那個屬於 HEADER的 上來 上來 板頭的 對不對 他上面有 設定那個 有沒有HEADER 你往下捲往下捲 如果你要的不是板頭 我要的是什麼 影片 跟圖片的 有沒有很多不一樣的 再往下走 我跟你講 範本不同 這裡也會變喔 另外這裡有沒有slide 跟Garry就是所謂的異廊 比如說你比較多張圖片的要怎麼呈現 像這裡 然後比如說像我要這一個你就點他一下 有沒有就進來了 就進到裡面 那你自己決定你的區塊在哪裡 我再增加幾個 比如說我再增加這個 有沒有進來 那如果你要調整他的 排序你就按著他 這裡 有沒有 按著他 調整 請問可不可以調整一下 有沒有拉上來了 就拉上來了 所以你可以看看你需要哪幾個區塊 你就點 那 剛剛是比較板頭的部分 還有就是那個 大部分都是一進來的slide 那你如果要寫文章 文章可能會有文章的標題 對不對 然後再來文章的內容 有沒有都是區塊 真的真的 所以 看那麼多你只要會區塊就好 你知道嗎 有沒有這樣我要都進來了 那如果是下面這一種的 你的文章不見得是三個對不對 就是說那個圖片 你看右下 右上角這個 有沒有發現 你要幾個 可以四個 也可以兩個 所以如果你要比較多 好吧 我就變四個 是不是就改了 所以他把這些都怎麼樣 弄進來 那另外 你要距離上面 距離多一點 距離下面多一點 也可以調 接著呢 這個 要不要有標題 你可以自己決定 要不要有內文 這也可以自己決定 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 背景 我跟你講 他背景更有彈性 除了顏色 有沒有影片 圖片 可不可以放影片 你們有些 有沒有看過有些網站 進去是一個影片 背景是影片的 有啊 因為現在頻寬夠大 所以你可以做這些 各位 我現在做的這個區塊 不是只能這裡做喔 每一個上面的都可以改 你知道嗎 而且這個時代 你加進來 就有了 有沒有比Google 寫作平台 再更豐富一點 一樣的滑到上面去 滑到上面 每一個區塊 就是在這裡 你加 你要不要顯示標題 要不要顯示文字 按鈕不用就收起來 然後呢 背景 要不要影片 這個要不要影片 你下面這邊 點一下 他很貼心喔 告訴你 你就來幫找西西林的 有沒有 這個是西西林的圖庫啊 他就直接連到那個圖庫去抓 也不用像我們剛剛 還要自己找 對不對 你可以像這樣子 這樣有沒有比較輕鬆一點 點好了 你就可以按一下OK 現在這裡有 我就按OK 有沒有 馬上就換掉了 好了就好了 那你就可以預覽看看 上面這裡有個預覽 在瀏覽器面 他就會把它打開 好我們就看一下 這樣有的 你往下卷動一下 這個文章 這個詞拜 每一個都可以設定 有沒有都一樣 對不對 這樣有比較感動一點嗎 不小心就做好了吧 等一下我們再看 還有沒有別的 因為這樣當然不能滿足 這是我們的需求嘛 但是你可以先試看看 那麼如果那個時代 應該說那個區塊你不要了 你就按那個垃圾桶就好了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很輕鬆的 就可以做 不錯的效果 他裡面很多的這些物件 包括文字 包括按鈕 標題 小標 大標 或者是按鈕 你都可以決定 要不要出現 那另外呢 文字的顏色 也可以改 當然他文字 可以改的顏色 不見得 一定是完全自定 可是至少是你可以改的 可以改的 按鈕